說說鄧雅芒脫了衣服,鑽著袋子,躺在原來放屍體的地方,然後在袋子裡將袋口亂緊 本來,鄧雅芒可以等到七點獄出送晚飯禮,茶房之後再來這樣做 但是他怕保長改變了決定,吩咐當屍體提前搬走就糟了,逃走最後一個希望就沒有了 他想,如果抬他走的人,發覺抬他不是屍體,而是一個生人,他就用刀割袋子逃走 如果他們想來捕自己,就用刀割殺死他們,如果將他抬到墳墻,將他放半露穴,就讓他們給泥勾自己 只要他們一走轉邊,自己就可以爬開泥逃走,他希望泥勾的泥不要那麼實,容易走些 如果不幸,泥勾得很實,那他就會窄死了,不過這樣也好,可以一了百了 鄧雅芒昨晚起,就沒有吃過東西,不過也不覺得很飢渴 他現在也沒有想過要吃東西,因為他的處境實在太危險了 他沒有時間去想別的東西,晚上七點鐘了,鄧雅芒緊張得不得了 你說玉珠送晚餐到鄧雅芒一刻盧的時候,怎麼有人躺在樹裡,一般是不理的 放下晚餐就走了,如果萬一玉珠要推醒自己呢,一推就串煲了 鄧雅芒的心裡噴噴噴噴,這麼慢的跳,整個身都震了,�額頭出了冷汗 但過了兩三個小時,監獄裡頭毫無動靜 鄧雅芒這樣就覺得他已經逃過第一重大難 终于到了保长指定的时间 夜晚十点钟 邓雅芒听到脚步声 他知道时机已到 就摒住呼吸 将人挺直一直 脚步声来到门口就停止 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邓雅芒估计是那两个误作来抬死尸 真的没错 他听到他们在门口放下 那副担架的声音 接着路门开了 邓雅芒隔着布袋 见到那些火光 见到两个黑影向他铺床走过来 还有个人留在门口 拿着火把 那两个人一人一头 窦起装着邓雅芒的袋 有个人说 咦,什么这么重的 另外一个人说 他们说我人的骨头 每年重半磅 他们将邓雅芒放在担架 邓雅芒因为要扮死人 就故意将自己听到硬滑滑 于是由那些火把的人带路 他们就带着邓雅芒走了 出到他一上石级 邓雅芒就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令他悲喜交集 他们一路走 然后开了一道门 又走 邓雅芒听见那些海浪 冲击补一下那些岩石的声音 有个人说 今晚的天气真是差了 浸下海水树 不是怎么好玩的 另外一个人说 没错了 掌佬濕得淋一淋 但阿芒不明白 他们开的是什么玩笑 不过他连头发都动得起 再走那些十几步 有人说 好了 总算到步了 另外一个人说 走远一点 上一次就在这里停 结果撞到岩石树 第二天 嘿 被捕了 骂餐死的 他们又走了十凌二十步 放下担架 接着邓雅芒觉得 他身边有个人 放下一块很重的东西 好像一块石头一样 同时 他将脚被人用一条绳 出力地绑紧 有人问 绑好没有 另外一个人回答说 绑好了 绑得很实 接着邓雅芒觉得被人抬起 一人抬头 一人抬脚 把他拼来拼去 两个误作叫 一 二 三 去吧 这阵时 海 就是伊枯堡的坟墙 邓雅芒 邓雖然有点头云眼花 而且就快窒息 不过他还是非常镇定 他的右手本来是拿着一把刀 因为他准备 因为他准备随时乘机逃走 所以他很快就割开布袋 人就先捐出去 又弯低他身 出力各顺 绑着他脚的绳 他出力向上飙 没几乎就升到海面 那个大石就带着那个袋 一路沉到海底 邓雅芒在海面 即吸了一口气 又潜回到水底 以免被人发觉 第二次浮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游开了五十几步 那天很黑 暴风雨就快来了 在他的前面 是一片无边无际 阴沉可怕的大海 他顺着头看下 只见好像一个巨毛霸 那样的花光岩上面 有支火把照着两个黑影 他想 这两个误作 是要望着大海 千多实是听见他的叫喊声 他立刻又潜落水底 在水底停留了很长时间 这些动作 他以前做到惯了 在马赛 那些人个个都赞他是最好的游泳家 当他露出海面的时候 这些火把光就不见了 邓雅芒现在首先要确定方向 他想游去迪波伦岛或者泥马岛 那上没有人住的 最保险了 他见到班尼亚灯塔 好似一火灿烂的明星 在他前面照耀 他知道了 他只要向左转一直游 就可以游到迪波伦岛 由伊枯堡去迪波伦岛至少有三英里 那他加紧游泳前进 在监狱的时候 在监狱的时候 如果大不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休息 所以他又想了 出力游 游到根皮力尽为止 只游到臭根浸死 于是他用拼命地向前游 游游下 他觉得天更黑更阴沉 那些乌云向他压过来 突然之间 他觉得膝头那一阵 劲痛 他的身手 觉得有些东西挡住他 他垂下一脚 竟然踩到地面 他现在才看清楚 原来先头以为是乌云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岩石 没错了没错了 这些就是迪波伦岛了 邓亚云站起身 向前走了几步 他做了一个感谢上帝恩典的祷告 就躺在一块花光岩石上面 虽然是很硬 但是他觉得躺在鸭容床垫上面 都没那么舒服 他都不理翻风下雨 有一躺下就沉沉入睡 过了一个钟头 邓云被一个大雷震醒了 暴风雨来了 他走在一块沿空的岩石下面避雨 他想起自己有二十四小时 没吃东西没喝水了 就伸手出去接雨水来喝 忽然一度闪电 邓云看到在不到一里的海面上 有一只渔船抛下抛下 过了一会儿 那只船更近 邓云出行来这么叫 警告他们 但是他们听不到 又一次闪电 邓云看到船上有四个人 紧紧地抱着那条断了的围杆 还有个人就抱着那个态盘 再过一会儿 他听到一声猛烈的撞击声 和叫救命声 借着闪电的光 邓云看到那只渔船 已经撞到碎了 见到那几个人头涌下涌下 接着又像漆黑一片 邓云冒着危险 走到海边 他打扭着耳朵在那里听 尽力地望 但是除了风声 雨声波浪声之外 他什么声都听不到 什么都见不到 慢慢慢慢风停 灰黑色的魂飞去西边 我天燕出蓝色 明亮的星星闪下闪下 没多久 天光了 邓云想 在两三个钟头之外 欲出就会去我那间黑牢 见到法利亚的尸体 认出是他就会来找我 找我不到就会去报警 于是就发现地道 那两个炮我下海的人 就会被人叫他追问 他们一定会听到我叫的声音的 那时候 坐满了士兵的小艇 就会出来追我 就会明炮警告所有的人 要他们不要收留一个走投无路 赤身裸体的犯人 马赤身裸体的警察 会在陆地上警戒 保重又会带人 由海上来追捕我 我又冷又饿 我甚至连那把救命的刀子都失去了 我的上帝啊 我受苦真是受救了 可怜啊我了 答救啊我了 我已经毫无办法了 邓阿莽正在想着 正在这种暗瓶沉沉的祷告 忽然间 他见到远远的海上 出了一个单位繁船 应该破浪前进 邓阿莽想 啊 还有半个钟头 左右就上了那只船了 那还怕什么盤问 複杀 被人押上去马赤呢 不过我怎么说好呢 要想一件事来说才行 那只帆船的人 一定是说沿海做生意的 其实是走私客来 他们八成会出卖我 表示他们是好人的 不如等等 但是我不能等了 我饿得不得了 再等几个小时 我就一点力都没有了 或者监狱里面 还没发现我失踪呢 我可以冒充沉沉沿的水手 硬了硬了 这件事征合时宜 也不会有人来拆穿我的 邓雅芳一边想 一边望那只渔船撞难的地方 一望 他真的又惊又喜 那里有个岩石 浪着一顶水手戴红帽 那些岩石边边 漂浮着几件撞碎的船板 真是整定的 邓雅芳立即游水过去 拿着那只帽戴在头上 又拿着那块板 就向着那只帆船游过去 我游够了 这个信念 使他恢复力量 邓雅芳游啊游啊 越来越近那只帆船 他拼命涌 半个身路出水面 猛地摇他帽子 而且大声叫哭 这次帆船上面的人 见到他了 也听到他喊了 那只帆船 立刻转载向他驶过来 一会儿 邓雅芳看见他们 放了那只艇仔到海 有两个人出来爬 很快地向着他爬过来 邓雅芳高兴到极了 觉得那块船板已经没用了 就不要他了 只出力地向着艇仔游过去 不过他们自己的力量 就估计得太高了 游游下才觉得那块板 对他都不知道多有用 但是已经丢了他了 糟了 他双手就渐渐僵硬了 脚也没力了 他几乎揣不过气了 在那里大叫了一声 那爬艇那两个水手 出行地这么爬 其中有个水手 用耳朵来话叫 加油啊 邓雅芳刚刚听到这两个字 一个大浪掩过去 打到他沉了下水 过了一会儿 他又浮回来水面 他觉得已经精疲力尽了 就来要浸死了 又大叫了一声 他真的没力了 觉得自己沉不下去 他头都刮不上来了 水那里的水 那里是他很辛苦 他猛烈地挣扎 那他又浮出水面 他觉得好像有些东西 摆着他头发一样 不过他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到了 他已经暈了 当邓雅芳醒了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在一只帆船的甲板上面 他最关心的事 就看一只帆船去哪里 原来他们已经将衣服堡 抛在后面 邓雅芳这样就放心了 这个时候 一个水手正要用一块布 来揪他的手脚 又有个水手 拿了壳甜 走给邓雅芳喝 邓雅芳认得他就是 先头叫加油的人 还有个老水手这样的人 他是船长 站在旁边看着 船长用很差的法语问 你是什么人 邓雅芳就用意大利语回答 我是一个马以他水手 我们的船 是石拉优之混粮食来的 昨晚暴风雨来的时候 我们的船就逐朝沉了 船长又问 你先头在哪里来的 邓雅芳说 就在那边的岩石那里 算我幸运了 竟然抱着一块岩石 我们的船长 和其他船员都死了 我见到那些船 就抱着一块板游来这些树 你们救了我的命 真是多谢了 当你们有个水手 拿着我头发的时候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有个外貌诚实 爽快的水手说 那个人不是我 当时真是千军一发 你已经沉着水底了 邓雅芳说 多谢你 我水手说 我真的有点油油油油油 你的胡桑就六寸那么长 头发就终于有成呈 看上来都不像是个好人的 直接就像是财 但是摩一想 是啊 她的头发和胡桑 自从困了入衣服堡之后 就没有剃过了 她说 是啊 好长了 我又有一次遇险 曾经向宝洞圣母许过园 情愿十年不剃胡桑 不剃头发 求圣母在危险的时候救我一条命的 今天我许的园果然应验了 船长说 我们现在将你怎么算好呢 邓雅芳说 随便你 我的船长已经死了 我就三副都没着 只是执回一条命 我是个好水手 你们在下一个港口 让我上岸 我相信一定能够在商船上面 找到一份工作 你熟不熟悉地中海的航舰 熟 我自小就在地中海航行 那些最出名的港口 你熟不熟 差不多所有港口 我眉上眼都可以洗入洗出 那个最邓雅芳喊加油的水手说 船长 不如我们留下他在这儿 船长说 那就要看他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易得 邓雅芳说 你们现在要去哪里 去意大利的里沃纳 那为什么你们要兜来兜去 不近风直逝呢 怎么可以呢 我们船会撞到里亚岛的 不会的 我们会在他旁边经过 离岸还有百多尺的 这样啊 那你驾车 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 邓雅芳接过盘钛 首先轻轻用力压 船就跟着太转了 邓雅芳知道这只船 可以操纵如意的 就大声喊 准备扯饭 船长那四个水手都听他命令 船长站在旁边看着 近风直逝 费水手立即扯船 就立即扯船办了 绑醒 水手也照做了 果然 那只船就好像邓雅芳说的那样 在离岸百多尺的地方 一刹而过 船长笑着说 好惹啊 那些水手齐声欢呼 都很惊奇地看着邓雅芳 邓雅芳说 你看 我对你还有点用的 如果你去到李沃拿之后不要我了 就留下我在那里就行了 你们借一些衣服给我 让我火食费 那我拿到第一笔人工之后 就可以给钱你们了 船长说 没问题 你要多少人工呢 大家这么多 我这么多就行了 那个狗邓雅芳的水手又说 这么不公平的 你吃东西多于我们的嘛 人工应该多于我们才对的 船长说 你干什么鬼呀 教科部 要多要少是人家的自由嘛 教科部说 是的 我不过随口说一下而已嘛 船长说 你借到三户给他啦 好啊 教科部走到船仓 不过随口就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长褲 回来 邓雅芳穿起衫都不知多欢喜呀 船长说 船长说 你现在还想要的什么呀 面包啦 甜酒啦 我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 事实上 邓雅芳成四十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 很快去 有人拿了面包和甜酒来给他 吃吃吃吃下 邓雅芳忍忍若若若听到一声炮响 他暗暗吃了 我怕 船长和水手都听到了 是 伊夫堡那边 看到城头顶有一堆细细细的白云 这些是炮烟来 船长自言自语地说 是什么鬼是义仙呢 邓雅芳说 伊夫堡有个犯人逃跑了啦 他们放警炮 说完 他非常淡定地喝酒 他还说 你这甜酒都很厉害的 说完 邓雅芳用衣服就抹了额头的汗 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请下回 分解